大家好,歡迎回到NHK 廣東話軍事頻道 節目叫《軍武器言》,你的節目主持Larry 我今日為大家更新世界防衛消息 真的很新,就是下午時分 日本那邊已經出了新聞 包括美國海軍陸戰隊的F-35B 成功著艦,登上出雲號 當然,整件事感覺好像登上月球 一小步對日本海誌來說是一大步 究竟整件事有什麼劃時度的意義呢?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除了我之外,還有Anson Heng在這裡 Anson 你好 你好, Larry Heng 是呀,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忙一下廣告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 另外課金也有PayPal account開通了 大家都可以支持 好,我們回來了 Anson Heng,這次其實也有意義 因為美日聯手 真的由美軍的機器登上日本的藍 今次我們說回這個消息 你怎麼看呢? 首先我們說回這個消息在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照片有廣告鏡 F-30B起飛 然後轉頭登錄 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消息 你看看日本海上智慧隊 在畢國之前公布了一段影片 就是看到有些美國軍官上了 出雲號上做briefing 接著就有一架F-35 第一次就是低飛 看看甲板的情況之後就降落 其實很快就轉回飛 其實對於日本來說 真的是一個滑時代的moment 因為其實對上一次 日本的軍艦上面的定翼機 已經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是1945年的時候 哇!七、八十年前 真的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 才有一個定翼機再次登上日本的軍艦上面 話畢是日本之前都是三大海軍強國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這麼久之後 它終於有一個定翼機 一個挺值得紀念的一個時刻 不過就看回這個魔鬼在細節 就看回這個片 看到一堆機系美軍就沒有問題 基本上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但是不過呢 看到上面的彩虹戰隊 很大部分時間都背著鏡頭 但是有一個moment 就是它面向鏡頭的時候 發現原來是美軍的彩虹戰隊 不是日本的彩虹戰隊 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藍的Operation就是日本 但是甲板的Operation是美國做的 那整件事就是 機是美國的 然後上面的彩虹戰隊 甲板上面掉到人也是美國的 那藍裡面的操作也是日本的 是的 那這個就是變成一個挺特別的 那有好處的 好處就是真的快 因為你看到那個甲板上面 那個圖裝 基本上是完全是跟這個 美利堅級黃蜂級那些黃線 真的差不多 那你再找回這個美國的 那如果是一個 的草紅戰隊上去做 那可能很快已經可以 有一個的經驗在那裡 可以transfer過去直接做 那這個是很快 好事的 但不好事就是說 究竟甲板的指揮權 作戰指揮權 的任務怎麼做 是哪一個控制呢 因為其實你在這些短距起飛 基本上你甲板要出擊的時候 都要turn into win 才是再出擊 那是誰去做 那是誰去做 這個都要想探討一下 究竟最後的call是誰去做 那我也猜到 有機會都是美國去做 有機會都是 那就是說有機會 就是出雲號 然後駛到一個區域 然後美國海軍陸戰隊說 我們要飛去執行任務 我們收到order 都是屬於海軍陸戰隊那邊 的 command 就叫我們要出擊了 那感覺挺有趣的 那有點像 我們說在美國海軍 那就是藍隊機聯隊 其實和航母艦上面的男長 其實就不是直接 就是有個從屬關係 那就是那個 那個藍隊機聯隊 其實就在上面 就是我們說 航母艦那個的 那艦隊司令 那他們到時下order 你們就要出擊了 做事 那他們就去 那艦長就是你有地 握你的藍 那些出擊的 藍隊機聯隊 他們自己收到order 就會做事 所以我想 那個關係 可能會有點像這樣 就是 就是藍隊機聯隊上面 有個的 美國海軍陸戰隊那邊的 command 一個司令 會order他們做任務 那樣 那樣 很有趣 那樣好像這樣 去搭台 那樣 這個指揮權 都挺搞笑 這個指揮權 我也覺得有少少 是的 兩國的指揮權分開 這個 我想是只有日本和美國 這樣做到 始終你看到VMFA 在伊利三百雷和號上 的分工又不同 和日本那邊也是 是 一個挺有趣的 指揮系統 是的 這次我們說到 如果有這樣的做法 就是 你看到有美國的戰機 登上 當然我們還不知道 將來的情況 包括將來 是 有沒有機會 在第一隊 降落 或者接下來 在束縛奧上面 起降的戰機 其實就是來自 美國海軍陸戰隊 絕對是可能 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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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看回 英國的經驗 本身VMFA 都會來自 美國海軍陸戰隊 威克到復仇者 教一些經驗 以及即時可以即食 即食 即是戰力即食 是 所以你覺得 會不會在這個位置上 即是接下來出雲號 第一隊 應該都如無意外 全部都是海軍陸戰隊的戰機 亦都是 全部都是 operator 你看到那些 黃色等等 都是他們的人 是 絕大機會 很大機會 是 而且 Anson Ling 也想問一下 另外關於這艘船的改造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 出雲和家學號的情況 大家的幻想圖 就說 喂 83應該前面做到這樣的 方向頭的 應該跟美利堅看齊 你覺得怎樣看呢 包括 第一個可以做到方向頭 看齊 第二個就是 船上裝上斜台甲板 sorry Ski Jump 滑翔 滑翔起飛的頭 有些少少像 呂王浩 那種感覺 甚至乎有些說 不要搞啦 簡直就是 現在梯形狀 都OK啦 因為可能都夠飛的 你怎麼看呢 首先看回日本的消息 先說Ski Jump 因為其實 除雲和家學號 前面船頭 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聲納的位置 那它現在本身的重量 都已經是偏向這個 Bow Heavy 已經是 那如果你是裝個Ski Jump 的話 因為其實Ski Jump 它一個的船身 它就 它就沒有旅行那麼多 那它可能放進去之後 有機會令到 出雲家學 前後那個Balance出問題 變了它已經Bow Heavy 更加Bow Heavy 令到船身的結構不好 那同樣的道理 當你改了去一個 方形頭 現在是梯形頭 你改方形頭 你又是做一個 的艦載機升降 首先它的structure 那個reinforcement 很強 你做一個結構上的補強 和甲板的延伸 也很強 那這些的結構 都是一些重量 來的 那你 還有你在一架的甲板上面 一架船上面 比較高的位置 去做一些加強結構上的 或者加一些重量的東西 是會對整架船的Balance 是有影響的 因為你這個位置 就不同 可能是鋁王 它之前設計已經想過要有斜角甲板 那它斜角甲板的延伸工作 在船的中間部位做 你這次不是 你在船的船頭部位做 兼且你出雲家學本身前面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 Bal heavy的東西 在前面做 你再加強的話 跟這個ske jump 的道理一樣 就是說我會令到船的前後 出問題 那我相信 家學號都會進行改裝 但是不過我覺得 都跟這個出雲號的改裝 不模多樣 除非它可能在前面的升立 那些東西 擦走部分升立的東西 但我相信它不會這樣做 可能擦走前面的一些重量 才再做一些ske jump 或者做一些方形甲板的 一些deck extension 的reinforcement的工作 才會做到 所以如果不是的話 它會做Bal heavy 前後balance就出問題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看到一架 海誌 一架方形甲板 或者是一架ske jump 相信應該是新一級 才會做到這個工作 因為從一開始做 從設計圖開始 就知道前後balance比例 整架船的sand of gravity 從頭開始做 那這個才會 所以我覺得家學出雲 都不會有太大機會 看到一個方形 或者是ske jump 出現的情況 嗯 那我想如果剛才 你說起 就要extend那個甲板 就是去做這件事 我想這個世界上 你問一個國家 就很有經驗了 這個就是法國達哥樂 他絕對有經驗 你怎麼extend這件事 但是anyway 我們要回來 所以那個甲板 我們覺得都一個學問 除了我們經常說 幫他那個套料 要更新 或者附近要裝一些 擋板 等等的東西 其實都會看 是 還有就說起 Anson Lane 是不是都跟我們說過 F-35B的起飛距離 其實對整件事 都一個大影響 包括 他在 呂王號的 短距起飛的距離 還有如果 放在 我們說美利堅級 那個概念 怎麼去飛 還有如果 現在放在出雲號 那種飛法 其實都很影響 他接下來 那個甲板的頭 要不要改 是的 因為其實 看回之前 英國在Invincible 到呂王 Invincible 一開始 他那個斜角夾板 是6.5度 7度 加一加12度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他的甲板 加到12度的話 他那個短距起飛的距離 是可以減少到60% 那你那個 有兩個方法 好像你以前在Invincible 那你那時候 都是在甲板尾起飛 他在甲板尾起飛 就可以 滿彈滿勇 這樣起飛 12度的斜角夾板 他去到呂王那邊 你看到他是 F-35B 他是一個的 對空裝備 就是說可能是內艙 加入對空飛彈 再加上盈尖 裝兩個Signwinder 或者一些格鬥彈 看到他在 Videos 他在第一艦橋位 已經可以夠的起飛 已經是 那因為就是 斜角夾板的原因 甚至 他就算是用Beast Mode 他都不需要用整條夾板 他在Beast Mode 那個位 基本上是640ft 即是對王是900ft 大概 F-35m 這個路轉不到 大概是3分2 或者是3分2個位 已經足夠 是Beast Mode 滿彈滿有的起飛 但我們看到這個出魂 那個位置 他就沒有裝Ski Jump 他的方法 可能是去這個 魅力堅級 這樣做一個 短距起飛 不用Ski Jump方法的形式 變成 他那個起飛 就要用完整個 Full length of 甲板 跟雷王不同 基本上雷王可以把甲板 淺流分開 我前面就是慢慢在 升對F-35 後面可以整修再加起降的直升機 是 因為雷王的甲板闊 70多米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樣 但出魂的甲板不闊 因為他現在前面的起降 已經啪了整個甲板的闊度 所以他應該是不太需要去依賴 將甲板前後分割去做一個起飛 所以他的屬性說 我不需要 和他的 structure 都不可以 相信是 所以他就要用整個甲板的距離 這樣進行一個短距起飛 這樣就是一個 不可以說不好 但是不過在甲板的Efficiency 就應該沒有一個Ski Jump那麼好 是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要用盡整個甲板做起飛 是 沒錯 就是他要學他師傅 就是我們講的美利堅號 但是我們有觀察 就是美利堅號和出魂號 長短是差一點 但是又不是差得很重要的 因為老實 出魂號也有27,000噸滿載的 都真的不少東西的 但是我們經常覺得未必是27,000噸 可能多5,000噸 偷雞 又不是很多的 可能3萬多噸 所以你看到它248米那麼長 說的是813呎那麼長 所以如果計算剛才Anson說 就是680英呎左右 就追到爆氣飛 其實勉勉強強 如果斬船頭的部分都可以 不過牙煙一點 也行 600英呎那個是 說的是Bizmo 滿彈滿油 再加12度滑跳台 它沒有滑跳台就會 差一點 是窄一點 是 做回內藏武器的模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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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現在不知道 是不是想要這樣玩 暫時未知 但是在做測試 已經進入了 所以我覺得 不改裝機會都挺大 是 我覺得應該不會改裝 在這個 組織上面 所以如果想看到海誌 有一個方形甲板 或者跳台甲板 相信都要等下一代的海誌 的航空母艦 是的 我想大家都猜 說下一代 我想大家都猜 其實是 下一代的艦艇 的尺寸 去到哪裏 會不會 你覺得 都跟韓國 現在出的航空母艦 它大概 中型的航空母艦 設計上 建築上面 都是一個 比較 對於起步來講 是比較容易處理 這樣 你看到 韓國 起碼4萬噸 起碼4萬噸 大家 Equivalent 不會去 韓國 那邊 政治上正確 practical 正確 其實4萬噸級 是一個 挺 ideal的 但是不過 4萬噸級 去到 6萬噸級 去雷王 那些 就有另外一個 challenge 因為6萬噸級的船 上去6萬噸級 我們在海軍上面 是有一個 叫做 比較巨型的艦 開始是 它的service 和港口的 availability 是有challenge的 這個 技術上面 我相信 日本和韓國的 造船技術都有 但不過 大家要清楚 你說可能 你起了很多的 運油船都10萬噸級 民用級別的船 和軍用級別的船 建造和 維持的方法 絕對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 就說 不要說 你這個運油 10萬噸級 和 你不知差不多 其實兩個 那個技術難度 是有天端之別的 還有 航母用的是特種鋼 所以 Service上面 和裡面的結構 例如 Bowcat 一些防火系統 防災系統 一些 Damage control 系統 和作戰指揮系統 這些民用船 都是沒有的 所以 就算是 級數上面 噸位上面 接近 但是難度 技術和Service 是天端之別 所以就說 它有4萬噸級的軍艦 是 我相信 是 我相信 未有航母的國家 所以 我相信 4萬噸 是一個 目標 是 還有 我們有想 它接下來的 航空母艦 很多種玩法 其實 包括 會不會 弄回彈射 包括 會不會 弄回斜台甲板 升降區分開等等 這些 很多我們都要 再後續討論 有機會大家 4、5萬噸級 4、5萬噸級 這些斜台甲板 現時例子 大高落 4萬多 5萬噸 再早一點 就有這個 Audacious 就是 Arc Royal 和Eagle 都是5萬4千噸 這樣的斜角甲板 這個中型航母 兩條彈射器 其實都是一個 挺好的參考對象 是啊 但是當然 這個大家有興趣 大家可以留言 你幫我們加一 我們有機會 可能講一下 日本有什麼 possible 下一代的 航空母艦的方案 不過 我們說回這裡 Anson 你怎麼看呢 其實 接下來 如果日本要裝備 這個閃電航母 當然時間 沒有這麼早 都要到2023 24 25 26 才開始有些 戰力的情況 你覺得其實 對中國威脅 我們經常都說 你覺得 其實是否真的這麼大呢 還有 和平憲法 這個位置 怎麼interpret 是否經常都走雞 就說 上面那些都不是日本軍機 我們被人擺 是否覺得很難 是否這樣的說法 就是覺得痛 什麼 首先 和平憲法 就是日本戰敗之後 由General McCarver的隊伍 就用了兩個時間 兩個星期時間寫出來的 是 那就是 和平憲法 也是日本自己的議法 首先就是 寫的那個還沒出聲 用的那個 寫的那個還沒出聲 你也沒出聲 跟著人家在用 你也說不要干涉 別人來做 這樣 這樣 算是Double standard 這些事情 是國際上的慣例 這樣 他在和平憲法上面 就是說 就算日本也不修國 自己在觀察 怎麼做呢 他現在很多網民說 他開玩笑 就說第七艦隊 肥電海上加油站 他用這個定位 其實是沒有錯的 因為他一開始改裝的時候 他對外宣稱 是真的用這樣說 我是開一個海上加油站 其實在戰術運用上面 如果他自己獨立做 當他是 其實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工具 可以用到空中力量 嗯 首先我可以在上面 附近的島嶼 部署一些反彈導彈 是 而我有出雲交海 做一些反潛和防空 基本上我已經在觀察到足夠 就是一個更加大規模的集結 或者可能其他 尼米茲 或者戰神的味道 其實可以在 實際上那個魅力堅吸 出來的時候 而出雲號 也可以擔當著一個 以前可能 英國二戰的 HMS Unicorn 或者日本二戰戰敗前的一架 遜龍 遜龍 遜龍是一架超巨型的輔助航母 遜龍就是由這個大戶級改出來的 之後再另一個故事 那可能做一個支援航母的方法 就是說 好像是福克蘭那樣 那英國只能帶了兩艘航母進去 上面只能裝到24架的HARIER 但是呢 我就可以臨時改裝了一些貨輪 做一些運載的HARIER過去 那可能就補充戰力 那不過出雲號更加好 我在上面可以SURVICE 它有幾乎的 可以上面SURVICE 在那邊起飛 可以作戰到特價的 扔著美國的一些美利堅級 一起去補充戰力也好 增強戰力也好 輔助戰力也好 絕對是對一個 載入美軍的艦隊調動 是一個更加大的利活性 嗯 OK 所以看到有機會 我想說法就走一走 但是不要太認真 始終面對威脅是真的 但是你說其他的指控是假的 還有呢 中國那邊也有個說法很特別的 就說到 美國現在的海軍陸戰隊的中隊 在岩國基地 我相信都支持日本也是幾多的 他們說到上面 他們現在用的F-35B 就不是用F-18D 上面放的飛彈 包括我們經常說 AGM-154 JSOG 它都是對陸攻擊的飛彈為主 如果將對海是差一點 F-35B 亦都能夠更加追溯 看來我們其實所說的 反腾的位置如此强 这个呢,我们上去 上去那时的拉宋都准备好了 随时,其实也不能少看这些飞 还有哈潘也不放上去,好像没什么威力 但大家都知道哈潘也快要随翼了 哈潘也已经是一个旧时代的产物,就不要拿出来 所以大家的网友可以在下面讨论关于这件事 好,这一节是这里,大家记得帮忙看广告,youtube,patreon 另外,for今日的PayPal 帳开通了 还有下面留言,记得可以说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有没有机会 大家想听日本未来的航母的设计 我们在说是4万吨,还是多少呢? 究竟设计是Stobar,Cartobar,Stove,哪一只呢? 都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大家喜欢记得加一 那我们就有时间和大家录制这些内容的comment的节目 好,多谢Anson欣赏 我们在下一节,其他节数的细节和消息再见了 拜拜